S的N四方等於1喔 它的根 它有N個根的喔 那它的N個根喔 它的根 來 我們就稱為 來 1的 N四方根 OK吧 那團員你曉得一件事情 N四方神四 知道這件事嗎 N四方神四 N四方神四 共有N可根 這一個定理非常重要 這個一輩子可能沒有機會去證明它 這個定理叫做什麼定理這樣 叫做代數基本定 我們高斯所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定理 叫代數基本定 可能要學純數學的人 比較有機會在唸大學的時候 去接觸到這個東西的證明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 反正只要是一個N四方程式 就會有N個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研究 1的N四方根 來講到這個1的N四方根 來我覺得這個 來我來問你一下 我們先從小朋友的開始 來第一個 來團學 S平方等於1 1的二四方根 來告訴我 X是哪個多少 正負1 這誰不會啊 不會笑死人的 對不對 小朋友的東西 欸 二四方根研究完了 來團學第二個 S三次方-1 這個對你來講也沒有困難啊 我現在用你寫出他三個分 你會寫什麼 極次喔 就夠喔 不要啦 寫什麼極次 這個還不需要動到極次 這個怎麼樣就好 S三次方-1啊 那-1之後他分解成誰 S-1 那這裡是什麼 S平方 加S加1 對不對 這高1就會做了嘛 這還用什麼極次 這不需要啦 所以等於0 所以你馬上會看出來他的三個根 一個根叫做1 另外兩個根是公二須根嘛 那兩個根我們用公式解釋 那兩個根 一個是誰 假設一個叫S1 另外一個根叫S2 S2我們用公式解釋 叫做2a分之-b A1 加根號 來 V平方-4ac 所以是加根號3i 這是一個根嘛 那最後一個根 來 S3 我寫在這邊 須根成對 叫做2分之-1 怎麼樣 減根號3子 來 有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喔 對話 三次方等於1 這三個根一下子就走出來 不需要用到幾次喔 來再來第三個 我再問你喔 然後就讓S2等於1 它有四個分喔 它四個分是-1 你知道嗎 也不用即式啊 即式是5次方以後才要用 S2怎麼樣 減1 然後最後分解出來 是S2怎麼樣 加1 所以來告訴我 它的四個根 來 S1 S2 來告訴我它四個根是誰 它四個根一定有正-1 所以它有一個根叫做1 一根叫-1 來 那另外兩個根是誰 另外兩個根是誰 另外兩個根是誰 S2 加1等於0 那S就等於多上 I啊 或者是多上 -I啊 四個根都知道啊 這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那我現在做一件事喔 做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它的根喔 都是複數 那複數的話一定可以畫平 我們一定可以把這些頂 畫在複數平均上 所以我現在要針對這個三次跟四次 來做一個畫的動作 我們先畫三次好不好 來先畫三次 橫軸叫做十軸 重軸叫做虛軸 我的這隻小人不會去哪 在這邊 它變得好奇怪 到尾椎把它變成這樣 起麻了 一定要這樣搞它就對了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 請他吃慶祭 請他吃慶祭 喔 誰講的啊 你怎麼那麼可怕 多瓊你要去體驗人生好不好 吃慶祭 我所謂的體驗人生 不是叫你去搞一些有的 是說 畫得不準 算了沒關係 我是 是說你面大學以後 要盡量去 去做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欸我在便利商店打工過 你相信我 真的真的 雖然時間不是很長 可是你想像一下你GIN7 然後換一光臉 然後看到櫃檯上都是我 真的 真的真的 你應該被嚇好啊 沒有 我就去做做看 然後你就會很有感覺 對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那你會被嚇好 那客人怎麼會被嚇好 為什麼會被嚇好 你很奇怪 那有預告那個 OK 都 欸真的都有 我真的覺得好像澳洲來的客人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啦 請不管那個 來我先講這個 他不是三個根嗎 一根 s1叫做1 我跟你講 他這三個根 來 我跟你講 他這三個根 都會落在一個單位圓上 為什麼 很簡單 同學 s3次方 來 等於1 對不對 我們加絕對值 同學 s3次方的絕對值 他是不是可以寫 s絕對值的幾次方 3次方 等於1 所以同學 s絕對值的幾次方 都差1 換句話講 這三個根到原點的距離 長度都是1 換句話說 你把這個1的n次方根 你如果在複數平面上 把它畫出來的話 他的所有根都會 剛好落在一個單位圓上 可以接受嗎 好 那第一個根是誰呢 s1兩個1 1在哪裡 1在這裡 1里加辣 有沒有看到1在這裡 這個點叫做1加0i 2分之負1加更號3i 這個 來 2分之負1加更號3i 應該在這個位置 來 這裡 這個是s1 來 s2在這裡 同學 那2分之負1加更號3i 代表說 來 同學你知道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是幾度 你怎麼看 120度 等一下你看得出來 等一下 行不行 這行不行 可以 那第三個根叫做2分之負1加更號3i 所以他會跑到下面 來這個叫x3 來這樣子 有沒有 畫得不是挺好 但是差不多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三個根怎麼樣 連起來 好 把它連起來 這個三角形其實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你知道嗎 它是個正三角形 對 它是個正三角形 你把這個圖稍微畫在旁邊 好 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120度 這個120度 這個120度 剛好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好 我們再畫一次 來 你把它四個根都把它描出來 一樣有一個單位園 單位園 HP 好 也尤其我們班那麼多同學 會當醫保師保丟 台大的有沒有 那家教真的是很好找 你知道嗎 真的 一個小時收五百塊 超好賺 一百多而已 一百出頭而已 一百二 真的 夾腳真的好賺 可是你不要問人質 有時候夾腳人家問你 結果你不會打 你打不二 真的 來你看喔 四個根 四個根 第一個根是1 1在這裡 1 第二個根是負1 負1 負1在哪裡 負1在這裡 第三個根叫做I I在哪裡 I在這裡 第四個根叫做負I 負I在哪裡 負I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把它四個根連起來 你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用觀察的很容易理解 光學 這四個根連起來會形成一個四邊形 這個四邊形其實是一個什麼形 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你從這邊其實慢慢的對這些東西 有一點感覺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1到N四方根 它的N的根 劃在負數平面上 都會在一個單位園的上面 而且這些根剛好會均勻的分布在這個單位園上 你有沒有看到均勻的分布 它不會說都集中在哪一個地方 不會 它會均勻的分布在這個單位園上 了解 你從圖形慢慢去觀察 你就會發現 發現 發現 然後發現我起來這邊 發現 它的根 會均勻的分布在一個單位園的上面 半徑為一的園 園上 OK 這句話你可以寫在旁邊 1的N四方根 它的根會均勻的分布在一個單位園上 考試我跟你講 他到時候已經會考你這個多邊形的面積 一定會考他的周長 這種考試都是基本考題的 好 那我們今天早上看一下時間 大家也先到這邊 很棒 謝謝 然後 然後 谢谢大家